一百一十一 有托邦 台湾海峡一座废弃的钻井平台 工业设施被拆除 两棵依赖的椰子树 树块大岩石和镶庄的土壤 做出一角自然风光 三层的办公生活层 用树皮板遮盖住金属的外壳 里面有图书室 电影厅 健身房和咖啡屋 提供不能上传内容的单向WiFi 这个模拟海岛上 只有百灵和艾莎 两个住民 中国、台湾和美国 在周围海域各有军舰职守 三方的军事无人机和无人快艇 昼夜巡逻 同时各自分头 兼是平台上每个角落都有的设想头 这是一个数百人参与的三方联合监管机构 除了防范恐怖分子 三方也互相监督 不得试图染指第二 唯一允许上平台的人 是凯伦 每隔两天 有直升机用吊栏 把他和物资放下来 与两人待一阵 一块儿吃顿饭 带回他们的要求 走时 再用同样的方式接 当艾莎向凯伦提出 八百灵转移到澎湖群岛北端的木斗宇 看得出他做了相当细致的研究 知道木斗宇上有座百年的灯塔 有住房、海湾和沙滩 还知道那里能看到对面极背雨的灯光 他计算了百灵的第二 即使释放 也不会扩展到极背雨 因此不存在任何风险 不能让他在这个平台待一辈子 那你呢? 凯伦问 我在这儿没问题 这是我的地方 艾莎回答轻松 眯起眼睛 看正在接近海平线的落日 我请你替我安排了吗? 百灵在一旁的历声质问 让讨论没有继续下去 当直升机带着凯伦远去 吃饭时 一直没说话的百灵终于开口 你真的是这样的 厌弃我吗? 他手托右塞 那成了他习惯性 遮挡脸上伤疤的动作 艾莎停止收拾餐桌 不是我厌弃你 是对不起你 我让你受了那么多苦 让你到了今天这一步 他有点说不下去 百灵让泪水静静地流 要说对不起 也是我在先 我们不说过去的事了 好不好? 至少今后 我们要互相对得起 你不该赶我走 这种状况 你不跟我作伴 要我单独去面对吗? 艾莎刚要解释 百灵制止他往下说 不要解释 你怎么想的 我知道 你不想这样一辈子 我就想了 艾莎神色为难 还想劝他 百灵又一次 没让他说出来 何况 真能持续一辈子吗? 我宁愿让一个体贴的人来做 不愿意让机构做 你什么都不要告诉我 不要让我知道 不要跟我商量 我知道你能做到最后 两人没再说话 艾莎一直看着 夕阳落下海平线 星在天空 一颗一颗地亮起来 百灵没有转向艾莎 似是对着大海轻声说 你不嫌弃的话 跟我结婚吧 艾莎没回答 百灵本来就低的声音 变得更低 似乎在为自己 不嫁当的请求解释 我一辈子都想跟个好男人结婚 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配得上你 艾莎起身 按我家乡的风俗 先造房子再结婚 请等我几天 后面的日子 艾莎每天从早干到晚 她的施工场地 在平台的下层 那里遗留了各种材料 工具 废弃的设备 都在她手下活起来 百灵在平台上层 看不到施工 只听到叮叮当当 伴着她坐在椰树下 看海景的光影变幻 如同给她演奏的音乐 这是她一生 未有过的平静时光 她为艾莎做饭 菜谱从不重复 设计每道菜的侧香味 仔细摆台 餐具正量 杯子精英 晚餐时 他们会在烛光下 多坐一会儿 谈各自家庭和童年的回忆 讲一些轻松往事 有时安静地听音乐和风雨 然后各回自己的卧室 读古兰经并祈祷 直到艾莎告诉白灵 房子已经造好 婚礼现场只请了凯伦一个客人 凯伦给二人送了薄金戒指 一大一小 像着一样的白水晶 按艾莎的要求 凯伦安排了一位 维吾尔毛拉 从新疆透过视频 主持婚礼 弟弟伊利哈姆 也在挪威做了短暂的连线 那时联合监管机构 分别派出小组 去阿克苏和奥斯陆 用卫星视频电话 与凯伦的视频电话连接 懵懵懂懂的毛拉 依照穆斯林婚俗 念了古兰经的光明章 询问新郎新娘的意愿后 祝福他们成为夫妻 却始终没搞清 婚礼在什么地方 只是从画面上 看到那里有大海 昊月已经当空 而阿克苏的月亮 刚升出沙漠东方的地平线 艾莎对弟弟没说具体情况 只是让他与百灵见了面 要伊利哈姆等他的消息 似乎第二天就能再度通话 然后平淡地再见 却是一挂断 眼泪就奔涌而出 久久不止 为了让艾莎走出别离的悲伤 百灵播放维吾尔音乐 第一次展示 他这些天背着艾莎学会的维吾尔舞蹈 虽不纯属 却韵味十足 跳完一场后 他不顾艾莎的推托 拉他一块跳 在凯伦按节奏的机掌中 发现艾莎不是不会跳 他的气质是维吾尔人 与生俱来的 他族人后天学不会 于是 跳了一场 再一场 凯伦也参与进来 直到直升机飞领上空 放下了接凯伦的吊栏 凯伦与艾莎告别时 仍像往常一样握手 只是这次时间长些 所有的船只 撤到三十海里外 艾莎像以往一样平静 递给凯伦 一个文件指代 完事再看 凯伦点头 他早做过计算 知道三十海里意味什么 其他话 都是多余 甚至是虚伪 他知道 这是最好的方案 也是各方的希望 换成他自己 也会如此做 但是他人 机构 国家 乃至以人类的名义 都没有权利 替他们选择 这是凯伦 在联合监管机构中 一直坚持 不得逾越的底线 与百灵告别时 两个女人 拥抱了很长时间 没有说话 只剩百灵和艾莎时 一切安静下来 月在中天 海如平静 洗浴更衣后 艾莎牵着百灵的手 进入一个仓体 仓体被电动钢锁 掉入水下 与另一个更大的仓体 结合 便是艾莎造的房子 房子悬在水下 整个顶部都是玻璃 透过五米厚的清澈水层 是愈发湛蓝的夜空 和被放大的月球星斗 房子侧面的 大小布衣的玻璃外面 鱼儿在梦中缓游 水底植物呼吸的气泡 排着队摇曳升起 房子中间的床具 是维吾尔色彩的组合 还是处男之身的艾莎 进入百灵的身体 虽然短促 却让百灵 几乎在瞬间 达到了多年久尾的高潮 哭泣的百灵 喃喃地感谢艾莎 在林林月光荡漾的水下 与艾莎无尽地亲吻 抚摸她每寸皮肤 如伺候君王般 让她得到男人的享受 让她放松体会 拉开进入和射精的节奏 当百灵自己 达到第二次高潮时 一透过眼前奔设的金星 看到水天上方的早下 艾莎仍然还有最后的强劲 百灵捧着她的脸 让我先走一步吧 艾莎长久地吻着百灵 继续与她做爱 她知道这对百灵 是最好的时间 她已做好 让百灵先走一步的准备 壮如柴雪笔的麻醉针 放在殿下 伸手可及 弹出的针尖 吸到直接进入皮肤的毛孔 完全无感 她要凯伦带来麻醉针时 凯伦没问做什么 却肯定猜得到 一定会拿来最有效的产品 果然只几秒 百灵抱着她的双臂 便松弛滑落 全身瘫软 如从幸福的云端 向深邃的梦骨坠落 脸上仍带着微笑 和未退的红巢 伤疤似乎也已消瘾 只剩轻柔之极的呼吸 艾莎执起上身看百灵 要把她的形象 永远磕进头脑 尚未生出海平线的太阳 将阳光沿着地球切线 射上天空 被头顶羽毛状的彩霞 折射进他们的水晶宫 昏床上 阳光与水波 搅在一起扭动 如同与百灵相伴而舞 艾莎想时间再长些 再长些 然而百灵性感的裸体 让她实在无法自制 终于愧疚地冲向宇宙 内有剧毒的假牙 在艾莎第一次射精时 已经弹出触点 那本是 射之在感受痛苦时弹出 然而最高的快感和痛苦 仅一线之隔 让射之无法区分 在狂闻百灵双唇的同时 艾莎咬下了那个触点 当海面的翻腾爆裂 最终平息 蒸腾的雾气 被东北风吹散 天哪 My God 感叹 从不同方位的观察者口中 此起彼伏 原本只有茫茫水面的海上 现出一片黑沉沉的陆地 是的 陆地 观察者们第一反应 不会认为那是岛 更不是焦 因为看上去 就如大陆那样 布满了眼界内的海平线 只是从卫星上 才能俯瞰到全貌 却更想看到的是魔术 原本只有海水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直径 53.7公里的圆形陆地 那圆形近乎完美 怎么会有这样的陆地 凯伦不奇怪 出现的陆地面积 与它按这片海域水深 所做的计算基本吻合 第二 在水中增值 会沿着外缘均匀扩展 若无风浪影响 便会始终保持着规则的圆形 直到增值结束 钻井平台所在的海底浅滩 不会形成海啸 艾莎把洞房建在水下 不只是为了新婚浪漫 也是让第二失放时 能充分增值 而不溢入空气 对这事 凯伦未与艾莎 做过任何讨论 他从监控画面 看到艾莎的每日所做 足以推断出 他的所有安排 每一步 都与他能想到的 最好方式一致 完全不必再对艾莎 多说什么 默默地祝福就好 凯伦没想到的是 艾莎文件袋里的内容 与他也有关系 文件袋若是在他手里 他会遵守艾莎说的 完事再看 但是一上直升机 每次都跟随着 中美台三方人员 便将文件袋收走 其中艾莎和百灵的 个人遗嘱 会按法律执行 多出来的是一份 两人的联名信 监管机构三方 会先交给各自的政府 过目 定夺 在信中 艾莎和百灵 对他们给中国和台湾 造成的损失 表示道歉 表示希望 能用第二增值 在台湾海峡 造出的新地 进行补偿 但有担心 会成为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新争议 因此建议 由美国政府扮演居中角色 中国和台湾都放手 让新地成为探索人类 未来社会的实验地 联名信 联名信最后表示 他们希望新地 能有凯伦主持 他的高尚品德 科学造诣 和对第二的了解 是他们心中 无二的最佳人选 在福家的注脚中 两人就为事先 征求凯伦对此的意见 表达歉意 台湾最担心被中国控制新地 那会让大陆跨海距离缩短一半 让台湾海峡失去防卫作用 好在中国的层一致政府 不再把台湾看成需要解放的对象 排除在任何情况下动物 因此没有控制新地的要求 王峰亲自指点台湾总统 建议双方 接受爱沙百灵的建议 当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 告知凯伦联名信的内容时 三国政府 已经达成了协议 美方力挺凯伦 作为新地主持人 有一个虽不大 却更直接的动力 为了防范凯伦 被意图研制第二的专制国家 或恐怖分子劫持 美方投入保护他的花费 巨大且没头 整容和修改身份 被凯伦一口拒绝 还宣称第二危机解决后 再限制他的自由 就将起诉国土安全部 因此 让凯伦到四面环海的新地 去当总督 成为最好的解决方案 凯伦在第二危机中的表现 让他得到了三方信任 都把他视为 可以托付新地的人选 当凯伦驾驶 NASA暂住的月球车 进入新地中心时 一路皆是指地 单一均匀的第二物质 按照海底的地形起伏 小片坑洼的海水蒸发后 沿层如雪 晾晒着死鱼 和正在枯萎的海枝 大片洼地形成的湖泊中 仍有海洋生物 在等待雨水的滋润 在这2260平方公里的新地上 做什么 怎么做 凯伦的头脑 完全空白 不过 这用不着他想 他不是女王 他要做的 只是当一个初始的开关 在他表示 同意主持新地时 就想好了 他将在红平台上 开启一个讨论新地 未来的层一致结构 让人们共同设想 初步的蓝图和立项 他只负责 从中引进 第一批来新地的 项目实行人 待实行人的层一致实体 一成立 他便退下 在新地做他 有兴趣的项目 因此 他丝毫不感到重负 只是对未来 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凯伦和欧阳中华 没再联系 他已经不需要 他当翻译 此时的欧阳中华 什么都不缺 让世界认真看待层一致 也不再是问题 凯伦不会认为 欧阳中华 冷落了他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原来愿意跟随他做事 是因为觉得 推广层一致需要他 现在需要一步存在 至少不是没有他便不行 他宁愿 独自在这片新地上 去面对未来 现在凯伦要做的是第一步 给新地确定地图上的名称 月球车逐渐接近新地的中心 也就是第二增值裂变的原点 钻井平台的凸起 使得第二在那里堆积出高70米的隆起 构成新地的最高点 从地面使进后 看得更具体 隆起的顶端 分得出一高一低 两个山头 若是福慧地看 就像两个 唯一着坐在一起的人 一人的头 靠着另一人的肩 凯伦给着隆起 写下的命名是 艾莎百灵山 此前一直没想好 整个新地如何命名 这时 也如灵光在它头脑中闪现 Uatopia 按中文发音 可写成U托邦 这名称的含义是 新地 不是乌托邦所说的 不存在之地 而是现实中存在的 并可切实地 屠付未来理想的 新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